請問大家 問題低一點 可以搞定 進行他的選舉活動期間 是受到暴力襲擊 我亦都看過 這個狀況的短片 雖然未來的確認 但相信那個真確程度相當高 我們都看到他受傷的情況的圖片 和他受傷 所謂的懷疑是一個空氣的物體 似乎是一把刀來的 當然 這個是我們見到這樣的情況 在選舉期間 見到一位被確認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 是受到暴力襲擊 是用空氣襲擊的話 我們見到是非常痛心 亦都是給予這個事件 是最嚴厲的譴責 大家都清楚 何君堯議員 是已經被確認為 今屆區議會的選舉候選人 他在選舉活動期間 是受到襲擊 是不能接受的 無論大家對他的政見是同意 是或者不同意都好 都是不應該掃諸暴力 我們是對香港來說 對這個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 是還有期望的 現在來說 何君堯議員 是受到這樣一集 的話 我們對這個期望的落差 都會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希望大家能夠確實全港市 都能夠反對暴力 和確保 我們將會有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 在過去的地方 都是掃諸暴力的 我覺得這些事件 亦是環境的公開公平的選舉 我們是對這些事情 亦都是掃諸暴力的 對於今早何君堯議員 參選人 是施暴者有計劃的 用刀的襲擊 我是表示強烈的譴責 你看看片段 是看得到 相信那個片段都是真正的 那麼那個片段顯示 他是有計劃 最初就是 拿紋疹花 就走去和何君堯去溝通 然後呢 在過程裏面 就拔出把刀去施襲 這些行為是嚴重 是衝擊選舉的公平 公平公正成 我也都在祝何君堯議員 希望他早日康復 除了是何君堯議員 受到襲擊之外 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民建聯 我們總共有181位參選人 在區裏面 進行競選活動 過去我們的參選人 在進行競選活動當中 是不斷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 就算在今日何議員 受襲的同一個組上 我們猶之望的參選人 楊子熙也都受到襲擊 不過楊子熙就沒有 或者我們暫時 未收到受襲過程的片段 也都未找到那個施報者 除了楊子熙候選人受襲之外 其實我們周末的時候 我們北區姚敏 她也是參選的候選人 她的辦事處被中火 另外就是 也都有其他辦事處 在過去受到二次三次 不同程度的破壞 破壞包括輕的就是噴字 重的就是中火灌水 還有簡單來說 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繼續履行議員的職務 在街站的滋擾 包括被圍 我們早前也都有 昨晚也都有我們 另一位沙田的候選人 王虎生被圍 早前我們都有不同參選人 在不同地區被圍 除了被圍之外 也都會受到辱罵 粗口等等不同的滋擾 除了滋擾候選人之外 我們的義工也都是受到滋擾的 那麼我們有部分的候選人 也都是被起底 家人都被擺上網 我們現在所貼的任何的宣傳品 海報 單張 海報橫額 基本上一貼出街 就已經是消失了 爛了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的選舉 其實是非常之不公平 這樣進行當中 商店也都因為怕 是招致這些 之後被人家清算 而是不敢貼海報的 我們民建聯 今天會約見 處理行政長官 聶德權局長 以及相關的官員 要政府是落實 怎樣去確保 公平公正的選舉 更加重要的是 安全的一個選舉 那麼選舉 不僅是1124的選舉日 而是這段時間 不同黨派的候選人 相信其實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 而我們民建聯 由於派的參選人數多 所以我們的滋擾數目 是非常之多的 那麼我們認為政府 是必須要有足夠的重視 去做實質的工作 讓選舉公平公正 安全地進行 今天早上如果有看過那一段時間 真的很誇張 好像拍戲一樣 如果給我的感覺 這下真是想要命的 不是一個 純粹是恐嚇那麼簡單 我們站在這裏 今天我們廖長江班長說 譴責 最強烈的譴責 我聽起來有些 是提兆皆非的 我們只有譴責兩個字 那麼多日以來 那麼多個月以來 我們譴責過多少次的暴力 無論哪方面的暴力 我們都有譴責 但是譴責有用嗎 那個暴力程度是越來越高 今天去到要命的程度 我們的譴責 是蒼白可笑的譴責 包括政府的譴責 待會政府可能出來又譴責 是不是只有譴責兩個字呢 老實說 今時今日 我們不是現在才向政府提出 我們一早已經向政府提出 在整個選舉過程裏面 要政府保證 要政府保證 參選人 和助選人 他們的安全 也要政府保證 今次的選舉是公平公正合理的 但是政府有沒有一些措施拿出來 沒有 我們看不到 沒有起碼 沒有這樣的措施拿出來 然後就一直推進選舉 是不是推我們的候選人 進入一個危險的境地呢 我希望今次事件能夠叫醒政府 麻煩他早一天拿一些措施出來 讓我們整個選舉 能夠真是公公正正 平平安安地度過這個 整個選舉的過程 至於候選人受到的 我們都會提出 諮擾 恐嚇 襲擊 我們的同事說了 我不多說了 今天我們見到何君堯議員 何君堯議員受襲 我是非常之擔心 我也接到很多市民朋友的電話 他們都向我表示 香港現在搞到這樣的情形 是不是還要我們繼續下去呢 議員受襲 市民也是受襲 但我們仍然有一班議員 仍然不同這些暴力割席 我們經民聯對於這樣的行為 是作出嚴厲的譴責 也都希望有關不同這些暴力割席的議員 盡快回頭是岸 大家同心合力 令到社會是回復安寧的 一路他們只得叫黑警 現在正正是我們需要警察保護我們市民 在香港市民的時候 但是偏偏他們不和這個暴力割席 甚至支持這些暴力 令到我們香港市面的安寧 是受到嚴重的騷擾 市民的生計 亦都受到很大很大程度上的影響 現在每天我們都見到 大的小的店舖結業 市民失業 這是不是我們想見到的呢 人命損失更加重要 這是無法彌補 所以我呼籲大家向暴力說不 我也都希望大家大力支持警察 維護香港的治安 保護我們香港700萬市民的 身家性命財產 在這裡我亦都代表大家 代表今天向我表達 要向何君堯議員問候的市民 向他問好 希望他早日康復 亦都轉達他們的心聲 希望香港暴力可以盡快停止 所以我們應該支持特區政府 止暴濟亂 由今天開始 我們在這個片段上面 其實很清楚 我們在這個片段上面 看得很清楚 是謀殺的行為 對於這一類的暴力 其實我們予以 剛才班長說了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和政府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們自由黨在這個選舉過程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候選人都受到判斷的 不同人的滋擾 我們在海埔、環瓦、被破壞 選人說要噴煙 等等這些無聲白色的恐怖 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不斷地慢著 在這次何君堯的事件裡面的話 我們是非常之痛心 亦都觸見何君堯議員的組入康復 和香港市民希望你們盡快 和一定要全部 不要再和一些暴力行為 有任何的關聯 他支持他們 包容他們 一定要割席 否則暴力很快會去到你自己身邊 Ain 你想說 我在這裏我想說就是 我知道今天發生了之後 有很多建制派的支持者 都很憤怒 都很不開心 在這裏我呼籲大家 就是要冷靜 這件事我們會交給警方處理 我相信警方一定會調查清楚 這個一定會是厭制派的 另外我們看到 目前這些已暴逆暴的行為 我相信全香港人都不想見到 而這次何君堯事件 我相信也是個別人士的行為 我希望整個社會能夠多思考 多冷靜 因為到最後 我們都是希望香港好 我在這裏都要借這個機會 向何君堯議員置以為民 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自從六月開始 甚至木區議會開始報名之後 民建聯辦事處和我們的參選人 都受到很多暴力的威嚇 我們已經有接近大約 100個議員辦事處 地區辦事處受到破壞 受襲擊的次數也是接近150次 有些是多次重覆的破壞 大家看到今天何君堯的事件 其實不是個別的事件 每一天在地區都有不同的候選人 受到滋擾和襲擊 這亦包括泛民的議員 上個星期六大家看到 有一位區議員 他亦被咬掉了他的耳朵 所以整個選舉過程裏面 我形容是充滿血腥和暴力 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自己寫了七封投訴信 是給選管會 選管會怎麼回覆呢 他說陳議員 你的辦事處受到破壞 是否同意我轉介給警方去處理 這個是非常推卸責任的一個做法 我不是說我的辦事處受到破壞 而是說背後怎樣有一個公平的選舉 如果連選管會都是一個 這麼不負責任的態度 將問題轉交其他部門的話 我很懷疑我們接下來 11月24日的選舉 如何能夠公平公正順利去進行 這個是我想補充的 現在我們香港正面對很嚴重的暴力 今天的事件 何君堯的事件 正反映到 我們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亦都面對很嚴重的選舉暴力 在這樣的暴力氛圍下 如何有一個公平公正安全的選舉 是我們現在所有香港市民 所有參選人 我們所有跟選舉有關的 所有每一位市民都關心我們 今天的事件 我們見到是一個有預謀的謀殺 由拿著摺花去扮支持者 去到說要拿個相機出來拍照 結果是拿把長刀出來 兜心口插下去拿命 大家見到觸目驚心 很恐怖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呢 我馬上收到很多市民的反應 覺得完全是不能接受 亦都有很多市民擔心 大家明白這些這樣的行為 可能會引致一些copycat的行為 即是叫抄襲的行為 有一件事就可能會有折疑連三 再繼續發生 今天政府如何保證我們每一個參選人 或者街邊的義工的安全呢 如果沒有辦法保證的話 又如何可以繼續去做這個選舉呢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很不公平 很不公正 很危險的一個選舉的暴力情況 我們現在很擔心我們在街上的所有候選人 無論他是什麼黨派 我們都很擔心 我在這裡呼籲所有香港市民保持冷靜 千萬不要衝動 不要因為這次的事件 引起你們心中的仇恨 打算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大家記住 因為有人 因為有一些議員 一路宣揚說香港可以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令到我們現在香港萬劫不服 令到我們香港越來越暴力 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們的支持者 請你們千萬不要使用暴力 我都呼籲所有泛民的議員 反對派的議員和暴力割席 大家一起收手吧好嗎 好 多謝大家 請問你 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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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确保选举公平公开公正 不是建制派议员的责任 是政府和选举委员会的责任 这个是他们不可推卸和对香港负责的责任 全香港负责 这个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会是recommend任何的 但是我们是要求呢 就是他们确保今次的选举是公平公开公正 我再强调了 民建联我们有超过很多参选人 是准备一一二四去选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过去选举期间 是有大量的滋扰 大量的这些是暴力的威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参选人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和毁坏 现在是政府和选管会 是没有尽到他们责任去确保公平公正的选举 现在我们作为参选人是非常担心 是他们没有任何措施 没有任何的公布给我们有信心 所以是他们要回应我们所有 党派我相信要求的公平公正安全选举 所以我们今天若见他 是认为过去他实在是令我们太失眠 也都没有做到应该做的措施 去确保安全公平公正的选举 那我希望他呢 是要反思 亦都要提出实质的措施 是让到大家见得到 是让到大家见得到 是可以有公平公正和安全的选举 我问今天是有便衣在行 即是拒捕了他 你觉得是否需要 即拒报是有便衣在行 你制止了我们的公布呢 你觉得是否是自己的 我们不需要 我想我们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现在说 你都是拒报是有便衣在 我们确实是有急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才有任何的讨论 OK 谢谢 我认为我们有答案 我认为他们的责任 我认为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责任 24月 有很多选举 他们在街上 他们应该去拒绝 所有的政策 那是他的政策 但我能不能看到任何东西 对不起 我认为我已经答应了你的问题 这问题应该是在政府 而不是在政府的 没有人的责任 或是没有人的责任 或者是没有人的责任 或者是没有人的责任 我认为他们的责任 我认为政府 应该是在政府的责任 他们必须拒绝 所有的政策 我们总共都要 我们都要认为 我们想要有 一个平坦的选举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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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